大家好,很高兴看到还是有这么多人来听我演讲, 我知道听说是考试的一个礼拜, 所以非常的道歉, 这么不好的时间来跟你们介绍我对新疆近代历史的一些研究。 那跟李教授说的一样, 今天的题目可能是我三场演讲里面是最独特的, 最新鲜的题目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后, 所谓新疆省政府驻台湾办事处的活动。 那我们先讨论一些政治的背景, 就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获得在大陆上全面的胜利, 不过大家也知道, 他们还没有彻底的打败国民党政府, 还有六百万比较敌对, 可以说敌对共产主义的人逃到台湾去的, 那不是唯一个逃到国外去的人, 不是只有到台湾的人, 还有在新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没有打过战, 在战争中的影响之下, 他们得到比较和平的投降的结果。 当时新疆有大概七万国民党军人, 大部分的是和平的接受共产党的到来, 可是还有大概一万人决心要逃到国外去, 或是待在新疆抗战解放军。 逃到国外的这些人, 里面有几百个国民党的指挥官, 几百个维吾尔人, 还有不到一百个白鹅, 就是俄国内战之后有白鹅、红鹅, 不到一百的白鹅, 他们也要逃跑, 还有大概一万哈萨克人, 那跟解放军打战的主要的是哈萨克族的一些部落的领袖, 也是国民政府任的阿勒泰官员, 名字叫乌斯曼, 刚刚有, 现在那个, 律师好像, 好, 这就是他, 还有国民党任的哈萨专员, 是个维吾尔族人, 名字叫姚勒博士, 今天我要讲的很多都是有关他, 姚勒博士, 这是他四十年代, 大概四十年代左右的一个照片, 还有比较后来的, 那到一九五零年, 夏天的时候, 姚勒博士决定自己逃到印度去, 他是经过西藏, 到印度的北部, 而乌斯曼决定在清海甘肃那个交叉的高原, 那不久, 他就被解放军抓到了, 后来被抢决, 一九五零年, 姚勒博士到印度的新德里, 才发现, 前任新疆省服高职位的维吾尔人士, 艾莎和伊敏, 比他还早到新德里来了, 那这是从伊敏大学那个四十年代最后的美国临时, 好像是在, 我估计是一九四七年, 或是一九四八年的时候, 他拍的, 他有一大碟这些照片, 那是他拍的, 所有的四十年代, 国民党政府, 在新疆的国民党政府, 他们任的高职位, 维吾尔人都在这里面, 在最左边, 站着的, 最左边戴那个帽子是艾莎, 然后第二个是麦斯武德, 他是一九四七到四八年任主席的, 然后中间的那都是鲍尔汉, 大家应该对他的名字比较熟悉, 他是一九四八到四九年, 任国民党在新疆的主席, 然后后来从四九到五五年, 任共产党的新疆主席, 然后到鲍尔汉的右边, 那就是移民, 移民的照片是最少的, 艾莎我们还有, 是不是, 对, 那也是艾莎比较近的照片, 从同一个照片的系列, 也是那个美国的领事拍的, 那艾莎是前任新疆省政府的秘书长, 一名是任国省府的副主席, 这两个人都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投入国民党的, 那后来张之中四十年代的时候, 张之中跟蒋介石都让他们出版一些促进新疆地方自治的期刊, 我们上个礼拜都有讲到那个过程, 我也听到第一场的演讲, 我们都有讲到那个, 那他们当时的策略是什么, 是跟张之中说的一样, 在新疆主席四十年代中物中心的日记里面, 物有记录到张之中对他说他要利用艾莎和移民来反对苏联在伊犁的阴谋, 他的意思是, 如果国民党有自己的维吾尔人士常在公开批评中国的政府, 那苏联正立的反抗所谓汉族腐败同志的那个东托尔基斯坦政府就没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立场, 总之艾莎和移民对国民党政府的用处是要证明给世界看中国政府在民族自觉方面的开明, 所以当然, 他们当时给这两个人一点政治空间来抵平中国政府。 那在一九五一年的台湾, 韩国内战已经爆发的时候, 美国已经决定要保证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存在的时候, 蒋介石决定, 他要开始做继续代表全中国大陆的地方和人民的计划, 把自己的台湾的统治领域自称自由中国。 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 台湾马路上最常看到的一个口号就是光复大陆。 那如果他不要世界各国的领袖嘲笑他, 嘲笑他除了中国内地有代表性的一些政治机构以外, 他还要设立有关多民族编章的一些政府机构。 设立这些政府机构是比较容易的, 难的方面就是要找到适合的代表人来任这些办公室的职位。 内地的代表机构都找得蛮顺利的, 包含一些省的办公室, 像福建省、云南省, 还有台湾, 当然是很明显为什么会有这个办公室, 还有福建的有一些在福建旁边的一些岛屿, 还是国民党政府控制的, 还有云南, 在缅甸还有一个将军有几年还是控制几块土地, 所以他们有建立一个云南的省政府, 省力的办公室。 可是新疆, 他们大家当时都知道的是有点特例, 有点特殊, 在国民党的中央政府里面, 适合来代表新疆政治的人是很少的, 其实只有几位而已, 其中被看成是最合适的人, 就是爱沙和移民。 可是在印度, 在爱沙和移民, 他们都跟国民党的大使馆, 在新德里的国民党大使馆, 那时候还有, 表示暂时不要去台湾。 他们当时说, 印度这里, 我们看到有很多新疆难民需要我们的帮忙, 要不要去台湾, 以后再说。 那剩下的可以代表新疆政治的人, 只有一些前任新疆省长的几个汉人, 像陆中兴和盛世财, 这两个人他们都有跑到台湾去的, 可是他们被看成, 被国民政府被看成, 不是很适合任1949年之后的这个政治角色。 到这个时候, 世界上的每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感觉到压力, 一定要有一位当地民族的人来管理边疆的内政, 不是只有在中国每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感觉到这个压力。 就像大陆一样, 新疆省政府主席, 1949年之后, 我们已经有讲过了, 也是继任塔塔尔族会将维吾尔鱼的鲍尔汉, 还有任六年。 如果国民党政府要说服自己的维吾尔人来台湾当主席, 那盛世财和吴仲欣是不会帮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 吴仲欣任四十年代中的主席的时候, 他任了两年, 他一直敌对, 很明显的敌对艾莎和移民。 盛世财任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的都办的时候, 也有试图过把亚勒博士杀死。 所以怎么办? 好像跟大陆任的鲍尔汉主席有比较类似的本土有声望的维吾尔人, 只有亚勒博士表示愿意去台湾任国民党的新疆省主席。 就是他在台湾拍的照片, 在档案里面中的找到的。 那亚先生是算是不错的代表, 比盛世财务中心还要适合他们觉得, 可是对很多国民党里面的人来说, 他还是没有艾莎和移民那么完美的一个代表。 这是因为亚勒博士从来都一直拥护中国的中央政府, 都一直对汉族有蛮好的印象, 他的太太也是汉族。 从小,他就在汉密王的宫殿受到优惠的待遇, 任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 他是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中央政府的, 都一直说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他唯一次反对中国政府的时候, 是三十年代初发生的汉密事件的时候, 可是他当时的主要对手是乌鲁木齐的省长, 不是中央政府的。 然后后来, 亚勒博士也是跟国民党派到新疆的代表表示, 愿意跟南京合作, 并告诉他们, 他反对的只是从乌鲁木齐过来的经济剥削, 不是中国中央政府反对。 那当然, 五十年代的时候, 像亚勒博士这样的人, 一定会支持国民党对新疆建立的政府机构, 把他拉到台湾来, 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成就。 可是艾莎和伊尼, 他们常常跟国民党有遇到政治立场上的冲突, 世界的观察者都知道这一点, 如果可以把他们两个人拉到台湾来, 那国际舆论都会觉得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真的是很值得用户。 因为连批评过国民党政府的维吾尔政治人物, 连提倡过东托尔基斯坦独立的人, 也愿意到台湾去帮忙光复大陆。 这就证明了国民党的民族政策还是最开明的、最进步的。 他们是这样子想, 如果可以把他们到台湾来, 就代表这个。 可是因为把艾莎移民搬到台湾这个计划失败了, 国民政府里面的一些人还对姚勒博士来台湾当新疆主席持着不满意的意见。 1953年11月的时候, 美国驻台北的大使馆档案中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写英文的一个档案中, 我就找到他这样子写。 这个美国大使跟台湾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有面试。 他在他的报告里面说, 引用叶部长说, 姚勒博士不但是荒谬可笑的人物, 而且不会认识是政治的障碍。 我们希望艾莎和移民会来台湾, 因为他们是新疆人民最爱惜的领袖。 他是这样子写的, 在档案中, 档案里面。 不过, 叶部长也知道, 艾莎和移民还没有表示愿意去台湾, 所以只好依靠姚勒博士来反对共产党在新疆的事实。 那姚勒博士的任务是什么呢? 不是把间谍派到大陆去的, 而是对从新疆逃出来到印度的难民, 拉到国民党的政治阵营。 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 姚先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对这些难民的活动, 这主要的是宣传上的战争, 不是战场上的斗争。 姚先生的目的是让世界的媒体报导新疆难民的时候, 就是保证保障的这些难民会对国民政府表示他们的忠实。 但是, 我首先要讲到, 我是怎么对这个研究题目感到兴趣的, 因为不是一个很容易找到这些档案,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档案在台北的外交部档案官, 一定不会找到, 你要知道这个研究题目有存在, 才会特别可以去找。 2008年的时候, 我还在念二年级的博士课的时候, 我决定要做一个对我刚提到的哈萨克领袖乌斯曼的一个短片历史报告。 刚好在同一年, 我有听说从新疆逃出来的一些哈萨克族的后裔, 要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主办他们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的一个会议。 我以为这是个学术上的会议, 所以我有去参加, 我也有准备一些有关乌斯曼的历史报告。 这就是那个会议在伊斯坦堡的时候。 事实上, 这个会议主要的目的, 只是把哈萨克民族的文化表扬一下, 庆祝一下, 把他们看成他们自己民族的一个英雄, 那个乌斯曼, 那是崇拜一下, 有时候真的是想崇拜一下, 其实跟历史也跟政治也不太有关系的。 所以我就发现, 他们对新疆的了解和兴趣也是非常的单薄。 可是大时候, 我有听到, 我听有一些这些哈萨克族的后裔, 一个难民的后裔, 他们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事, 他们跟我说, 以前我们是跟台湾人导致蛮不错的关系, 甚至有一些我们哈萨克族在土耳其, 我们有去过台湾当留学生, 我听这个我就很惊讶,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事实。 听到这个之后, 我就决定, 以后有机会到台湾做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下有关这些 在土耳其的哈萨克人有关系的档案。 有一个外交部的比较小的一个档案馆, 只有这些档案是还没有被整理过的, 还没有被扫描掉电脑里面去的。 那这些档案是很乱, 是很多是看起来有点不太清楚, 可是对上过一个历史家他们是很珍贵的, 里面包括大概四百页的档案, 原本的信函都是用微文写的, 也有中文的翻译, 还有很多官方的文件, 都是姚勒博士或别的在台湾的回教官员用中文写的。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分析这些档案里面的一些内容。 跑到印度的西北边疆的克什米尔, 一共有三千新疆难民, 从开始的时候有一万人, 可是到了印度的西北部克什米尔, 只有三千有到。 那艾莎和伊敏比亚勒博士找到那边,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向这些自称是新疆难民宣传 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看法, 他们还很积极地跟中东一个国家联络起来, 商量把难民安置在别的国家, 因为印度, 印度政府告诉他们, 不可以一直留在克什米尔, 一定要搬迁到国外。 那到一九五三年, 艾莎和伊敏的努力就有成果, 一千七百三十四哈萨克人搬到土耳其的乡下去, 从事开始做农业, 还有几百位维吾尔人搬到伊斯坦堡市里面去的。 那艾莎和伊敏, 他们也是搬去伊斯坦堡的, 设立他们所谓的东图尔基斯坦难民协会。 那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我在美国, 我要出版一些有关研究的时候, 然后做这个地图, 不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地图, 我请人家帮我做的, 不好意思, 都是用英文写的, 可是应该也是看得到我在写什么。 那就是新疆, 然后很多是从西藏来的, 很多也是从这边来的, 然后这是印度的新德里, 然后可是米尔都在这边。 然后1954年之后, 因为1954年之前, 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要做地图的时候, 我就选1954年, 他们搬到那个土耳其之后, 就表示他们在哪里, 那一共, 那个维吾尔人跟哈萨克人, 他们跑到哪里, 去的, 他们知道哪里去的, 那个Mumbai, 那个在印度的比较南部的一个城市, 有114维吾尔人都搬去那里住, 在是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有858维吾尔人, 是后来可能是那个大跃进之后, 跑到那边去的, 然后还有在巴基斯坦有400哈萨克族住在那边, 阿富汗有大概700, 维吾尔跟哈萨克族都有, 都是700, 然后这是伊朗, 很有趣的是沙迪阿拉伯, 沙迪阿拉伯就是, 不是1949年之后, 跑到那边去的, 这些8000, 其实最多的都是在沙迪阿拉伯, 8000个大部分是维吾尔人, 他们是30年代从新疆逃出来的, 是盛世才同志的时候, 他们逃出来的, 所以他们是最早的, 我也听说在档案里面, 亚勒博士一直说, 在沙迪阿拉伯的这些8000个维吾尔人, 是最有钱的, 他们已经有20年在那边, 埃及有30几个维吾尔人, 然后那就是图尔基, 我刚才说的那个1734的哈萨克人, 然后在伊斯坦堡的300个维吾尔人, 那300里面都包含爱沙跟移民, 政治影响最大都是在伊斯坦堡的那个300, 虽然他们不是最多, 他们是政治影响最大的, 那有关亚勒博士, 对他们在图尔基活动的反应, 我开始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些档案里面中提到的一些过程, 这些档案的信函是1953年开始的, 都是亚勒博士跟埃沙跟一鸣写的维吻的信, 那在这些信里面, 一鸣常跟亚勒博士说, 他现在才体会到以前的国民党政府从来都没有信任他, 一直都不愿意发表有关新疆高度自治的具体计划, 那结果他说, 他跟埃沙从今天开始决定要在世界各种国际论坛主动地促进新疆独立的立场, 亚勒博士读到这封信之后, 他就吓一跳, 写一个报告给蒋介石看, 里面还把埃沙移民的活动称作是一种政治的阴谋, 他用这些语词, 他还建议说, 国民党政府我们应该赶快开始办一些有关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比较开明的宣传, 他的建议包含在台北, 他说我们要重盖我们的清政社, 给从国外来的外宾用, 尤其是从中东国家, 他们来自由中国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清政社给他们用, 还要组织每年到卖家的潮景, 我们也可以欢迎从新逃出来的新疆难民来到台湾读书的计划, 还有我们可以出版一些有关中国编章的期刊,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编章文化, 这个期刊是1955年开始出版的, 这个好像不是在台湾的外交部档案馆里面找到的, 这是在斯坦福, Stanford University的一个档案馆里面, 他们有这个, 然后里面都是有关西藏, 蒙古, 新疆的文化历史人物, 当然都是国民党, 表示国民党当时的政治立场, 在1954年的时候, 雅勒博士亲自, 那是唯一一次他亲自, 参加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卖家小景, 以后都是其他的回教人物, 都会参加, 1954年是他要参加的, 他们在沙迪阿拉伯停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邀请艾莎和一鸣讨论新疆方面的问题, 根据姚先生的记录, 在档案中的记录, 艾莎带着五十多, 从三十年代,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时候, 逃出来的一些维吾尔人, 都是那个沙迪阿拉伯的八千个维吾尔人里面的, 他们都对亚勒博士听他说的, 他们都对他采取敌对的态度, 他们把亚勒博士说成是汉族的走狗, 跟他要求国民党政府早日宣布新疆高度自治。 听完这些刺激的话之后, 亚勒博士写个报告说, 爱莎一鸣的活动叫共费, 那是他们那时候叫共费之活动, 更为可律。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个应该比较让我们担心, 在中国边疆方面的话, 这些在土耳其的分裂主义的人, 比中国大陆政府的共产党还要让我们担心, 那就是他的意思。 我觉得他这个片段是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因为他就表明了, 虽然台湾跟大陆有很多政治上的起见, 可是对民族编章方面, 其实这时候他们都有比较共同的看法。 到六十年代的时候, 亚勒博士发现每次大陆经过一个新的, 比较有动荡的一个政治运动, 难免都会有新的难民从新章逃出来, 常常居留在巴基斯坦, 或是在阿富汗, 都是在南亚洲。 亚先生每次发现有新出来的人, 从新章出来的人, 他就会尽可能跟他们联络, 常常把一点钱寄过去给他们, 希望他们会对国际媒体报道上讲到国民政府在台湾的好话。 在亚勒博士报告里面, 他还提到艾莎派到南亚洲的特务, 也有报告到有人好像看到大陆派去的政治代表, 我都没有看过那些档案, 可是在这些档案里面, 他们有提到这个好像有从大陆派的人, 也是在南亚洲活动。 在冷战时期的政治气氛里面, 大家都想要收集从新章逃到中性土地的少数民族, 得到他们公开宣布某一个政治阵营的忠诚。 谁得到最多, 谁就可以说我是最适合代表新章的人民, 最适合治理多民族的中国边疆。 那我最后要讲个事件, 就是1965年, 在沙地阿拉伯主办的一个叫做世界回教大会。 在会上, 艾莎移民刚过世的, 移民是1964或者是65年就过世了, 可是艾莎活到蛮久的。 在会上, 艾莎就提醒有关所谓东突尔提斯坦国的议决草案, 里面他强调几个有很争论性的一些论点。 他说, 一, 我要大会, 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东突尔提斯坦独立, 向联合国提醒这个要求。 二, 大会请求各回教政府保持突尔提斯坦的名称, 不要再用他说的所谓殖民地主义造成的新疆。 三, 要鼓励回教政府给他说的所谓奋斗中的突尔提斯坦子弟, 讲学金, 去他们的国家留学。 一瞬间, 大会上的国民党代表一个回族人, 名字叫孙省武, 马上发言反对, 立即说, 本人认为这些话完全错误, 根本无采取的价值, 大会不应该超越理事会预定的范围, 不应该讨论政治上的问题。 还有沙迪阿拉伯的国王, 他也在, 他赞助孙省武的立场, 并说, 在穆斯林居于少数的国家, 应服从所属国家的政府, 遵守法令, 并需要切实合作, 以使伊斯兰教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 大会的第二天, 孙先生回到大会发表对艾莎的比较提权有准备的博士, 他把亚勒博士在台湾的活动来当成中华民国在民族方面, 开明的证据。 强调说, 我国穆斯林的政治地位绝不在其他一般回家国家之下。 如艾莎先生既曾受我国政府培职及服务达三十余年, 虚知所谓东突尔基斯坦民族最多只有三百余万人, 仅占中国全部穆斯林的十五分之一。 而艾莎先生本人无论在中国或新疆省内更是一位不能代表多数穆斯林的叛逆分子。 讲完话, 孙先生就很满意地看到艾莎带着皮包褪袭, 脸上都表达失望的感情, 好像都知道被中华民国的代表打败了。 这都是孙先生写在他的报告里面的, 都是他的感觉。 在过六年, 1971年的时候, 亚勒博士就在台北病死了, 过世了, 蒋介石给他在坟墓上提词了, 那就是在台北, 亚勒博士的坟墓。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蒋介石给他的提词。 艾莎还活到九十年代, 蛮长寿的, 可是他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已经受到很严重的伤伤。 那最严重的伤伤就是六十年代末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一位叫达里列汉的一个哈萨克人决定他要搬到伊斯坦岛去的。 那达里列汉是谁呢? 那就是那个美国临时拍的照片。 达里列汉是在左边, 然后右边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扎尼姆汉。 他是前任新疆国民政府的财政厅厅长扎尼姆汉的儿子。 1949年的时候, 他逃到克什米尔去, 然后都一直留在那边。 他的父亲被解放军抓到了, 后来也是跟乌斯曼一起被抢决了。 他在克什米尔待了快二十年的时候, 都跟在台湾的亚勒博士保持联络。 也偶尔, 他也亲自到台湾参加国民党的政治会议。 鉴于这些行动, 我们可以说虽然达里列汉没有像亚勒博士一样有搬到台湾去的, 可是他还算是站在亚勒博士和国民党的政治立场。 那他决定搬出伊斯坦堡的时候,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直被亚勒博士策动的。 他到土耳其之后, 很快就对艾莎表示不满意的看法。 他开始组织还住在乡下的哈萨克人, 大部分的还是很穷, 比市里面的维吾尔人穷多了。 他们不想要继续做农业, 以前他们都是游牧民。 所以达里列汉慢慢地帮他们帮到伊斯坦堡市去的。 之后, 艾莎就面对达里列汉的影响, 还有这些一千七百个人, 其实是更多, 因为那时候已经二十年之后。 我觉得这个达里列汉带来的影响可以看成是在台湾的亚勒博士和国民政府传达到土耳其的间接影响。 那慢慢地, 在达里列汉的影响之下, 土耳其的哈萨克人, 他们开始加入艾莎的东土耳其斯坦难民协会, 强调哈萨克族的民族文化认同, 那艾莎的政治影响越来越薄弱, 他强调的维吾尔独立国家这个立场是很少人理他的。 反正达里列汉的哈萨克人最近三十年都开始强调他们的哈萨克族主线的认同, 并促进他们对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和民族关系。 那我觉得艾莎的政治立场被亚勒博士破坏, 就可以来说明为什么今天土耳其哈萨克族的后裔对中国政治情况越来越没有兴趣。 那么姚勒博士过世之后, 他任的这个新疆主席职位就转任给他的儿子, 名字叫姚大红, 有关姚主席的档案是蛮少的, 姚大红,不是姚勒博士, 姚大红的时候都是蛮少的, 其实我有找到的只有几件而已。 我看到的一个是一张1977年他写给美国总统, 他拜托他不要承认中国大陆的政府。 除了这张信以外, 七十年代末跟八十年代台湾的档案里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有关新疆省政府的办公室几乎都没有什么东西。 我只有看到在联合报那个报纸, 他们有一篇文章是1989年报道的, 这就是说最近这个记者发现最近我们政府收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姚大红提出的新汽车的申请, 因为政府规定每十年每一个政府机构都可以申请新的车, 政府收到这个申请表才发现我们政府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新疆省政府办事处的机构, 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可以给他们的, 所以决定撤掉, 那今天台湾都没有这个办事去了。 那么我最后要讨论的一些有关姚勒博士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台湾的新疆政治活动, 我要谈到一些比较大、比较广泛的一个历史意义, 细节是比较大的意义。 最感我兴趣的问题就是, 1949年以后, 为什么中国两个最大的少数民族边疆的地区, 代表西藏和新疆, 在国外,不是在国内, 在国外的政治论坛受到不同的评价和关注, 不管在中国之内的论坛是怎么样, 我们不要讲那个。 在国外,这个我可以讲, 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 这个半个世纪的事件, 除了一些冷战专家和学者以外, 很少有人讨论到新疆的情况。 不过,在同一个时间, 好像大家都一直关注西藏, 常常争论他在中国处在的什么情况, 有什么前途,什么什么。 当然,觉得不能忽略一些根本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西方人, 一般来说,西方人对佛教, 还有西藏的佛教的印象本来就很好,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佛教是一个代表和平思想的, 佛教僧人很可爱, 完全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或者世俗冲突的可能。 这都是跟西方人对佛教的印象很不一样。 一般的印象, 就是说佛教代表侵略性的倾向, 佛教圣经的叙述都是跟狂热的极端分子有关系的, 这两个印象我要强调都是不对的。 可是其实, 他们都表明一般西方人对基督教以外的宗教认识很浅薄的事实。 不过,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很重要历史家还没有考虑到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亚勒博士在1949年之后, 他对爱沙和移民采用的措施。 我来解释一下, 冷战时期的时候, 资本主义的国家对在共产主义的政治阵营发生的事是一定会批评的。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是一定会批评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发生的事, 出版的宣传什么的。 所以, 如果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家和媒体要讲到中国编章的好话, 他们只会以所谓自由中国代表台湾用来做例子。 不管中国大陆的政府对西藏怎么样, 都不会造成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印象, 只有不好的印象。 可是, 发生在台湾的政治现象, 实在可以影响到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大陆的印象。 只要是跟台湾有关系的, 也可以造成对一种抽象中国概念的积极评价。 今天我们可以说, 除了北韩以外, 在经济事实上的方面来说, 我们大家都是处在资本主义阵营里面的。 所以, 如果我们要了解今天国外一般人对中国边疆的看法, 我们就要多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对冷战时期的中国继承的思想遗产。 那么, 我们对中国边疆继承的思想上的遗产, 就是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产生出来的。 因为, 对这个阵营来说, 只有台湾才是自由中国的代表。 所以, 在中国边疆方面, 只能听国民党在台湾讲的话。 这个就等于说, 我们以前的看法, 就是今天, 台湾以前的看法, 就是今天美国人的看法。 至少可以说是2001年之前的看法。 现在, 新疆已经在国际媒体上已经变得很有名, 不像以前, 冷战的时候没有那么有名。 那, 冷战的时候, 台湾, 可以说国民党政府, 是向资本主义的阵营反复的。 很清楚地说, 新疆是跟台湾一样, 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政府, 中国政府, 对少数民族是很开明的。 况且, 向爱沙一名, 很大声地批评中国同志, 并要求新疆独立的人, 他们只是政治的野心家, 连跟自由中国的政府, 也不愿意合作。 不是只有跟共产党的政府, 不愿意合作, 跟我们自由政府, 自由中国政府, 也不愿意合作。 可是,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姚勒博士, 住在台湾, 做新疆主席的事实。 没有他在那边, 就没有人在国外, 没有人会相信国民政府, 有关新疆讲的话, 一定要有一位, 在新疆长大, 有声望的维吾尔人, 办这个政治角色。 尤其是, 四十年代之后, 的那个, 世界政治环境。 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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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